在台上开心打招呼 英特尔科技论坛登场 执行长基辛格亲自来台参加 专题演讲前更不忘跟华硕董事长施从堂 跟华硕董事长施从堂 红极董事长陈俊胜等客户握手拥抱 而这次演讲他也分享英特尔前瞻技术发展方向 和AI蓝图直言系经济时代来临 AI无所不在 透过和台湾供应链伙伴 合作开发最新技术来实现愿景 而这也是基辛格接任执行长后第五度来台 更是2023年第二度来台 看得出来他对台湾的重视 但他也是最爱讲台湾不安全 常常把矛头对准台积电的执行长 外界认为这些酸言酸语 是因为他把台积电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更曾特地来台向台积电要产能 而基辛格先前更自爆英特尔三大失策 像是措施智慧型手机晶片商机 取消早期对人工智慧GPU的关注 和没能禁止晶元代工业务 这次来台 他将攜手台厂供应链 展现英特尔要将笔电导入 AI应用的强大企图 而在AI革命链起功下 台股前几天站上纪线之上 市场解读 美国升息恐告中 热情涌入台币六号 狂升1.6角 来到32.1 不过面对美债殖利率 恢复绅势 三大指数小幅松红 废半指数走跌 台股七号早盘 在平盘附近震荡 台积电上涨 其他电子股金融股和传产股 表现疲弱 如果没有看到 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来到3000亿以上 恐怕比较不容易 会有大波段的一个格局发生 随着指数经过前三天的谈涨 在反弹过程中 来到前波高点 接近年末 市场紧盯 选举行情 TVS新闻 新闻想留宣 台北什么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